这样的美食你敢吃吗 原汁原味的新鲜牛肠 不用做任何处理拿起来直接就吃 这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看着可能有点反胃 却是我老表口中的美味佳肴 而这样的美食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有幸吃上一次 其烹饪方式也非常简单 最好是采用刚取出的新鲜牛肠 这样才能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 然后直接放进一个大铁锅中 再倒入适量的恒河水 切一把大葱作为调料 888粒粗盐稿里头 使用粗盐才能让牛肠更加入味 因食材的特殊性 需要用猛火炖煮30分钟 才能激发出食材原本的味道 同时还需要来回不断翻面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瘦肉不均匀 下面的熟了而上面的还是生的 这一步需要老师傅亲自上手 不能让牛肠里面的配料露出来 因为那样就不好吃了 当炖煮的差不多时 再加入一些大蒜末 将其搅拌均匀 此时可以看到汤汁已经非常浓郁 不断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 就算远在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当煮到锅中冒出大炮时 这时就已经大功到成了 几人围坐在一起 用剪刀剪下一大块 我表哥先尝了一下味道 他说简直是嘎嘎棒 再加上汤汁已经完全和牛肠融合 现在是口感最佳的时候 大家不要在意锅中的颜色 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外表都非常普通 鲜嫩多汁的牛肠 被表哥大口大口地吃进嘴里 看他享受的表情就知道有多香 此时的我竟然不争气地咽了一下口水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 我们以前直接丢掉的东西 确实一道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